那请教一下陈老师 全球的疫情 现在几个主要观察的重点 包含了日本全国紧急的命令 已经压到五月中了 然后美国现在拼五月一号 可以部分解封 那欧洲的状况 事实上也是压到五月份了 你怎么观察现在全球的疫情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看两件事情 一个是围堵感染症状减少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死亡 我们自己国家也要注意 你看那个死亡率 当然这有可能跟通报的分布有关系 但是你的死亡率从2%升高到6% 所以表示这个医疗资源上面的缺乏 是美国现在目前背得最重的 你看到现在美国 要请到一个医务人员非常困难 他可能两周的薪水 等于一年的薪水 这么夸张 真的很夸张 因为真的是 他们已经采取非常隔离跟检疫 非常严格的措施 所有的消息回来都是这样 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会牵涉到 我会讲的 下一张是美国 美国就是你看到这几周 真的是成长得很快 不过看到 我看到他到4月11周 这一周有稍微期缓的 但是他还是在大流行的阶段 慢慢下来 所以加拿大美国一个是70% 一个90%的上升 那加拿大反而上升的比较多 所以加拿大现在事实上是比美国 又更危险一点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消息 再来我们看这个日本 我特别要讲一下日本 日本本来看起来就是说 守的还可以 那但是最近这几个群聚的 那个宴内感染 所以我们怀疑他的群聚感染 是跟他的宴内感染 跟他的群聚感染的关系 就有点像我们的酒店公关的 那个case一样 日本现在一直看到很多case 发生宴内感染之前的群聚感染 是这样 所以你看他很夸张 那这个礼拜真的 上个礼拜真的成长非常多 那相对还有一个国家 新加坡 同样的问题 对 那我们也要 我们也要讲一些好消息 就是说 前日间还是有控制好的 澳洲算是控制下来 那纽西兰也跟着澳洲 算是整个澳洲已经控制下来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 不错的消息 好 那我现在就是说 那美国现在 美国现在怎样 那这个就是我分析 他澳洲的效益 你看他大概有90%的这样的一个效益 如果川普要复工 那总要有人回来工作 对 那谁要回来工作 所以这个情境可能不适合在台湾 可是非常 现在美国为什么一直在发展快拆 就是因为他要确定抗体 如果真的有免疫 那现在这件事情还没办法完全确定 就是你有IgG的抗体 就一定能免疫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一直在用这个快拆去试试 如果有免疫的人就赶快回来 所以现在有免疫力的反而是一个宠儿 对 尤其是一路人员 那免疫力的抗体好像要血液的检测 对就是现在他讲的快拆有两种 一个就是抗体 就我写在那里 那那个就是说 因为他这样子做之后 他除了这个可以回来工作之外 他很多的这些大型机会可以恢复 减害计划就可以解除 因为等于是后来我们前面讲的是 又是另外一个群体免疫的观念 那当然这个群体免疫要有条件的 你要有免疫力 你不能说你感染过后 你就能没了 所以他们现在还在确定这个研究的确定性 那几个国家也都在展开 另外一个就是抗炎 抗炎还是不能少 因为你抗炎现在 像我们就是比较需要抗炎 因为接触者还是确定他没感染 那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就是说 在下一张我看一下就是说 我们每次在看那个快筛试剂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注意 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是要确定 我们是要塞他抗体 是好的是阳性的 还是要塞他抗炎 这两个在适应性上面 敏感度跟精确度的条件就不一样 那这个可以在 我们可以再思考看看 那我现在就要回头讲我们这件事情 就是说那美国现在因为快要结束 在后流行时期要复工 他如果那个境外开放了 那台湾要不要开放 对 那台湾要开放面临的问题就是说 除了我们台湾民众回来之外 因为现在很多在美国 如果入境那你要不要塞他 那我们的外我们的境外管的策略要怎么样能够因应 因为他不像武汉武汉这个武汉这个整个班级这样接的时候 整个做做这样检疫嘛 那他是不是在美国登机的时候就要做检测 这个快策四季 其实他不一定用在我们现在目前的情境 可是他对于这个境外一路的这些控制是一个 那我们相对的我们现在是外患 不是我们已经内部我们大概是没问题 但是我们的外患 我们这些外患都还存在 那我们外患存在 这些进来我们到底说 全部要全部居家隔离 集中检疫旅馆 还是说我们要求他有快策才能进来 检测完之后才能进来 还是说今天我们进来我们再跟他做检疫 这些都是我觉得大概午夜中旬之后 政府要思考的问题 就是下一个阶段的控管快筛是很重要的要素跟战略 然后筛的到底是抗体还是抗原是不一样的 抗体是说我可能感染过了 我已经有免疫力了 没事的就类似逼干 有些人打过疫苗 或者他已经有抗体了 那是一个逻辑 等于是打了疫苗嘛 所以你看我右边那个 他叫做这个speak in 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挤这个例子好了 现在美国最希望的医护人员就是说 如果他的抗体真的有IGG有免疫护力 这时候敏感度这个精确度一定要高 必须假阳性一定要低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真的真的真的没有 不是阳性没有抗体 然后你叫他回去工作 不是就是被感染 所以那个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觉得 我们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想法 那当然我们现在快筛 大家都在开始加速了 那我们等着看看说 他是不是这个路是一个好的路 不过这个真的要 还有很多的sample 现在目前这些事迹 我在我看来 研究的样本都太少 所以他的敏感度 精确度都还在一个 要观察的阶段 下的结论太早都不好 抗体抗炎到底哪个好 这些实际用的对 只是我提醒说 这个从协助界角度来看 就像刚才谈那个瑞德西 那事实上他是68% 那个EGM刚好发表了 这个大概议测 跟里皮的议测都差不多 但是我觉得意思是说 他还是没有对照阻 他显得病人如果都很好 他不是自己可以康复 所以他是53个病人 有36个人康复 所以像这些都是 我觉得我们都还要需要 在研究阶段来做 那我们对于境外有路的政策 我们是很希望说 我们应该要及早提前部署 否则外患还是在 好 我们稍后再回来